移情是否就是疑问 当然不是 若非有何不同 移情跟疑问差别在哪里 疑问是stop 这花漂亮吗 我怎么知道 我怀疑它 疑问是怀疑 移情不是 漂亮 怎么看它是漂亮的 这个叫疑情 接受 然后再求证 假如你不接受 那就叫疑问 你知道吗 第一次人家说 这女孩子很漂亮 我说真的啊 你知道喔 小男生看到女生每一个都漂亮 对不对 只要是女生就漂亮 你跟我说她漂亮 我就要看她哪里跟人家不一样 不然你怎么不说另一个漂亮 我说这一个漂亮 然后我就问了 她哪里漂亮 你看她鼻子大大的 我现在开始看女孩子就看鼻子越大越漂亮 对不对 因为有一个标准在嘛 我先接受嘛 那你 你没有标准 你说漂亮 漂亮 她说漂亮 我说不漂亮 同样的 同样的情况 这盆花很漂亮 她说很漂亮 我要看 她怎么看她漂亮 因为你可能有花就好 你怎么知道漂亮不漂亮 对不对 所以换你插花问题就来了 因为你不懂得插花怎么样插就漂亮 所以我第一次买花供佛的时候 一百的那些菊花 那整百的就要落下去 花瓶落下去 嗯 插插 漂亮 有个同修来 你弓粉怎么会这样弓 我说怎么 你火都没见 我说弓粉就不是一瓶这样就好了 然后拿下来 结果 她丢地上跟垃圾桶的 比我在花瓶里面的还多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她说这样才漂亮啊 哦 共花要这样共才漂亮 就要一些都把它剪一剪起来 所以第二边我买东西 都把它剪好处又算过 她又看到了 你怎么会这样 我说没错 你不是说要加一些好处 我就要加好处 她说不是啦 你来当地差怎么怎么 第二次 再学第二招嘛 你先接受 然后再学 世间事 都要有疑情你才会进步 你要是没有疑情 你就不会进步 在灵性上面更需要疑情 你假如疑问都是疑问 大概都算性的啦 都算性的 所以疑情越尖锐的人 他的精密度越高 知道吗 跟成功失败没有关系 要想成功要有福报 没有福报 你不要太成功 好吧 移情 到历宅 过去夜延 我 有很大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